也好 欢迎收看12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贵 新北市政府城乡发展局疫情24人 12号上午在副局长邱幸志率队下来到花莲市 参观上个月才刚开放的进峰园区猫头鹰公园 花莲市公所主任秘书温美华 还有县政府都市计划科科长赖婉秀 热情的欢迎贵客到来 大家席地而坐 相互交流经验 破坏彼此城市未来的公园发展 新北市政府城乡发展局疫情24人 12号上午在副局长邱幸志率队之下来到花莲 参观上个月才刚开放的进峰园区猫头鹰公园 受到主任秘书温美华及县政府都市计划科科长赖婉秀的热情欢迎 所有人席地而坐 听取简报 并且相互交流对公园的规划经验 那刚好有机会看到这个所谓的青植公园 在花莲有在一个特别的一个案子能够创新 所以我们也想看看说 在这个花莲不一样的城乡风帽的这个特质里面 它的那个所谓的青植公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那当然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发现 确实是不一样 花莲在这个场地上面 规划上面有特别的一个优势 比方说地可能相对于在新北市就比较幅然大一点 这整个公园里面不只是有青植的这个空间 还包括停车场 还包括图书馆 所以相关的多元的功能都可以集合在这里面 那当然未来在新北市也会看看说 有没有这样一个场域可以实践这样一个目标 最近猫头鹰公园开放 所以他们很有兴趣来看一下我们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建设 还有来观摩我们的猫头鹰公园 那刚刚跟大家在分享的状况 当然是我们花莲市 我们的经费跟新北市差异非常大 当然我们也做到我们小而美的建设 那这里猫头鹰公园开放之后 受到非常很多亲子的喜爱 那也我们也非常高兴 那未来刚刚在跟新北的交换分享的过程呢 也想到说一些无障碍的 或者是说我们适合真正共荣的 年长的长者也可以使用 那这是我们未来市工所呢 会朝这个方向来去做更多符合 共荣公园的一些建设 丘副局长和同仁们除了在猫头鹰公园前 和主任秘书欧美华及赖科长何以流列 也交换了纪念品 更走进进峰园区后方的亲子公园 参观较高年龄层的邮居设施 丘副局长和局处同仁 也亲自体验了园区最受欢迎的滑索 让大家留下深刻意向 协许的群华林市报道